好,那我們進到簡報第10頁之後 我們來認識一下各位手上的這個開發板 你看它上面啊 是不是有蠻多的 這個腳位我們有寫在簡報上面 對不對 那 首先第一個,你有看到兩個紅色的 這個是電源 兩個紅色的有沒有 電源 那麼 電源的部分呢 它有提供兩個 一個是3.3註冊 一個是VCC 那這個VCC就是提供多少 5伏特的電 好,提供5伏特的電 那 我們 待會會用什麼?USB的線線進去嘛 所以順便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們電腦上的USB的 是不是提供5伏特的電 對啊 那 如果呢 各位 生活裡面常常看到很多的電池 常常看到這些電池 這個 這種應該是大家最常見了吧 對不對 這個是3號電池 請問3號電池是幾伏特的 1.5伏特對不對 那像這裡呢 這兩個是鋰電池 這兩個是鋰電池 那 它 有沒有 這個有沒有長得跟它很像 對 這個是 18650 這一種的是18650 這個是 14500 14500 好 那 有沒有看到這有型號了 有 所以有沒有看到它幾伏特的 是不是3.7 所以我們鋰電池都3.7 還有的是不是有這種的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也是3.7 對啊對啊 所以因為現在大部分很多裝置裡面都有那個嘛 而且像最近也流行那個 就是那個 果汁機啊 我 也頭 頭就是那個 有鋰電池 然後果汁機 就轉上去就 倒過來就可以 轉了 喔那個最近蠻流行的 七八百塊嘛 所以它上面你可以 你可以翻過來 我們 這個 上面是不是都有那個角位 有沒有你把那個開發板翻過來之後 左右兩邊不是都有貼紙嗎 有沒有注意到 對不對 在這一邊 上面它就有寫 3.3 是不是有一個叫VCC 對不對 這兩個就是它的 你們的可能是黑色的 對不對 貼紙是黑色的嘛 翻起來左右兩邊都可以找到 就可以看到那個 角位的部分 好 那這個是正極 正極的部分 那麼有正極就有什麼 所謂的負極 所以你看到左下角這裡 有沒有叫GND GND 這個就是GND 所以你至少要先知道說正極在哪裏 負極在哪裏 正負接顛倒 你應該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哈哈哈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接的時候就不能接顛倒 那麼 除了這些以外 你還可以看到 我們這些 有沒有一些 數字在這裡 好那這些數字 就是我們需要去 做 連線的地方 也就是呢 待會我們 除了使用它 開發板上面 自己有的元件以外 有些時候我們要接LED燈 我們要接 外面的比如說溫濕度的感測器 這些東西的時候你就需要 告訴他 就好像我們插住一樣嘛 插下去 除了有電以外 因為你要控制他 所以要有這些角位 來告訴他說 你要透過什麼角位 去控制什麼裝置 那麼原則上除了12、13 還有左手跟15 有沒有發現這三個比較特殊 後面都有一個毛毛蟲 有注意到對不對 放大一點 這樣有看到 都有毛毛蟲 那這個是 模擬那個類比角位 類比角位就像我們家裡面有那種燈 越轉越亮 然後越轉越暗 那麼其他的這些沒有的 他基本上我們就把它稱作 數位角位 就是只有0跟1 他的訊號就是有0跟1這樣子 這樣有了解的嗎 所以這個是他 大致上板子的一個 這些角位跟我們剛講正負極的部分 另外呢 板子本身其實他有 內建起的元件 首先你可以看到 在右上角 有沒有就一個光明電阻了 右上角 所以如果你們家裡面有那個 比如說小夜燈之類的 或者像我們家裡面有那個 開影機 他有裝這個 那你就可以從外面就看到 他有一個這樣的 這個樣的形 形狀 他就是利用這個地方 去做光線的感測 這是第1個他內建的 第2個 他還有內建一個 左上角的 剛剛是右上角 這個是左上角 有沒有一個三色LED燈 對不對 左上角有一個三色LED燈 所以他會發出三個顏色 三個顏色 最後一個在哪裡 在左下角 有沒有發現你那個 插電源USB的左手邊 有一個很小的按鈕 那個真的可以按 那個真的可以按 只是你這樣要按 可能那個手 要比較 輕輕的 去按他 不然有時候 手太大大概 不太好按 所以這個是他內建的一個按鈕 其實如果很多 我們的電器 你把它拆開來 你就會發現 裡面都有這些東西 好 那不夠的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就是要透過這些角位 去連接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所以 各位呢 你現在呢 插上電之後 你可以先試看看 來 他會先做一件事情 好先做一件事情 第一個 就是你會發現他 左上角的這個燈 會先閃爍 因為我們剛剛是不是講過 WebDuno是不是透過WiFi 所以說他先閃爍的時候 他在找我們現場的WiFi基地台 如果他有找到了 他閃爍完了 會熄滅 然後再亮一次綠燈 最後又熄滅了 所以如果像各位 剛剛有比較快 先插電的 你會發現 現在左上角那顆三色有一個燈 是不會亮 就熄滅了 那就表示已經有接到我前面這一台 如果你的是 紅燈一直閃 或一直亮紅燈的 表示他沒有找到他 晶片裡面設定的那個WiFi基地台 這樣OK 所以其實如果說以後各位有興趣 你想要自己 買來玩的話 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 要設定了 不然他怎麼知道要走你們家的WiFi 如果他不用設定就可以走你們家的WiFi 那你一定要小心 你們家的WiFi一定有問題 所以 這個是 先給各位看一下 那因為 我們這個設備都已經先設定好了 所以我就不用特別再跟各位介紹說 你要怎麼連進去設定它 免得等一下你弄亂了 這樣OK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先讓大家先了解一下 那麼 未來如果說各位你自己買的話 他現在任體裡面就是那個 開發板裡面的晶片 他可以最多存三組 WiFi的設定 會是像這樣子 他這裡 會像我們簡報第15頁那樣子 簡報第15頁 有沒有看到這裡 WiFi123 那他如果第一組沒連上 他就找第2組 第2組沒連上就找第3組 所以有些人他可能 我在家裡面這樣用 就走家裡WiFi 出來外面就走行動熱點 這樣你就不用說我每次都要重新再進去設說 他要走哪裡 這個是 目前 我們使用他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 去做的部分 這樣有問題嗎 沒有 那麼其實webdino 各位在用 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在官方網站上 其實有很多教學 那個文件也都寫得很清楚 那這個呢 對於即使他沒有來上課 就是自學的 他基本上 應該可以有8層以上 都可以學得會 我們不敢說全部 因為有些 畢竟還是有一些電路的基礎 但是至少 你自己看 他上面也有影片 文件也很清楚 你就可以 比較輕鬆的把這個 webdino 應用起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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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